宁静一直都是以一种洒脱率性的样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曾经和张国荣演的《上海滩》中的冯澄澄 就是一个敢爱敢恨的性格 和宁静自身的性格有起分相 近几年来宁静虽然闲少有作品 但是却一直在综艺节目上非常活跃 前不久宁静和混血儿子一同出现在机场 从流出的照片看 他的儿子十分的英俊继承了宁静自己的优秀基因 但是很多网友表示一直以为宁静单身 没想到儿子都这么大了 其实宁静曾经和隐形富豪保罗克赛有过一段婚姻 二人在拍摄《红河谷》相识 后来结婚生下儿子雷娜 二人便因为感情不合离婚了 据宁静自己在某节目中爆料 自己在结婚时才发现自己不爱对方 即使是婚后努力培养感情让自己爱上对方 但是终究还是做不到的 他承认这段失败婚姻中自己对对方说的最大的谎话就是我爱你 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喜欢宁静 这个性格十分开朗 做事直接的大美女 希望宁静能够越来越年轻幸福